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雨萱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在敏感时刻 港媒放风温家宝先生 中共要求拜登发声明反台独 白宫拒绝 印度后院遭中共潜艇包抄 甘肃地震救援工作15小时就结束 专家报内幕 令人不寒而栗 在进入话题之前 首先感谢网友云云对我们的爱心支持 中共高层内斗日益激烈 在中共纪念所谓改革开放45周年 及毛泽东名诞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夫妇和前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迅夫妇合影曝光 引发外界关注 分析认为 反习势力借此施压习近平 不要走文革老路 据香港《新党日报》报道 近日81岁的温家宝与夫人张贝丽 和朱迅夫妇合影曝光 朱迅曾是温家宝在地矿部的上司 报道没有提及这张照片是在谁家中拍摄的 屋内看起来装饰很普通 两位夫人坐在沙发中间 温家宝和朱迅坐在两侧 温家宝头发花白 轻瘦 精神良好 与夫人都穿着运动鞋 四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满脸笑容 温家宝于2012年退休 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 其中担任总理10年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12月 参加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丧礼 分析认为 像温家宝这样的中共高官退休后 很少公开亮相 他们一旦露面 通常被解读为要传递某种信号 目前中共高调纪念所谓改革开放45周年 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 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开端 官媒刊发大量文章 确捧习近平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但外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不仅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 还加强各领域的政治管控 试图从毛泽东闭关锁国的老路 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周年名诞 党刊求是发表文章 高度评价毛泽东 同时盛赞习近平 称我们党有了习核心 这是党和国家之性 人民之性 中华民族之性 外界认为习近平这样做 有意贬低 甚至抹杀改革开放年代 是在向文革倒退 而温家宝被认为是 最担心文革重演的中共领导人 2012年 在温家宝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 他表示 文革结束后 中共虽然做出历史决议 实施改革开放 但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 并没有完全清除 他说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 经济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新发生 改革只能前进 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近年来 中共内忧外患 中南海严重分裂 在2019年的北戴河会议上 中共元老们提出了十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处理香港反送中运动 据说温家宝最后对习近平撂下了一句话 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 你看着办 2021年清明节前夕 温家宝在澳门媒体发表纪念母亲的长文 《我的母亲》 其中提到 他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灾难 并谈到当下时局 外界认为 这表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 以及对中共高层屡屡失策的忠告 该文随即遭中共全网封杀 在当下这个敏感时刻 温家宝这个反文革的元老在媒体上露面 外界认为 这是反习势力借此施压习近平 不要走回文革老路 上个月 习近平和拜登在旧金山会谈 美媒近日披露更多细节 报道称习近平告诉拜登 北京将统一台湾 但时机尚未决定 白宫12月20日对这个消息做出回应 美国广播公司NBC20日报道 美国两名现任和一名前任官员透露 中共官员事前曾要求拜登 在会后公开声明 支持中共统一台湾 不支持台湾独立 白宫拒绝了中共的这个要求 消息人士说 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计划 动用武力统一台湾 但习近平表示 现尝试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美国军事官员曾公开预测习近平计划 在2025年或2027年攻打台湾 习近平告诉拜登这是错误的 因为他尚未确定时间表 习近平还就角逐台湾下月总统大选的人选表达关切 当拜登要求中共尊重台湾选举程序时 习近平回应说 和平好是好 但中国中需朝解决问题迈进 分析认为习近平想要在他的任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 他当着拜登的面说中国必将统一台湾 是想要试探一下美方的态度 想要看看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是否会有所松动 双方有没有可以勾兑的空间 中共武力攻打台湾的核心力量是火箭军 他不仅威胁到美国太平洋舰队 他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导弹 直接威胁美国本土 是中共用于实现其反介入战略的核心力量 五角大楼2023年的报告指出 截至2023年5月 中共拥有超过500枚处于战备状态的核弹头 到2030年 这个数字将超过1000枚 这种巨大的扩张 意味着在过去和未来若干年 火箭军是中共投资的重点 然而几个月来火箭军遭到清洗 包括其核心领导层和骨干数十人被整肃 最新消息时 火箭军的70多个军官被带走 人事动荡引发火箭军军心不稳 9月15日 中共军报罕见地批评火箭军一个部队 在一次演习中表现不佳 存在士气涣散和人员编织不足等问题 评论人士夏洛杉表示 火箭军的衰弱 意味着中共军队不具备对台湾发起持续攻击 至少在几年内 中共没有能力在西太平洋 开展一场与台湾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战争 如果开打就注定失败 12月9日10日 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冲突 东亚各国纷纷力挺菲律宾 14日 印度派遣卡莫塔吉反潜护卫舰访问菲律宾 以行动表示支持 然而印度媒体《欧亚时报》日前发表文章称 印度的后院已经被中共海军包抄 《欧亚时报》19日发表文章 中国潜艇潜入印度后院 文章指出 孟加拉海军基地 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 是中共一带一路政策下的产物 中共解放军有权使用该基地 这个海军基地是由中国企业成建的 为新影像显示 该基地仍在建设中 根据其设计蓝图 这个基地最大可容纳6艘潜艇和8艘军舰 另外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 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 也被中共染指 加上前面所说的孟加拉海军基地 这三个港口对印度形成了死亡三角 斯里兰卡分析师库拉通加表示 孟加拉、斯里兰卡与巴基斯坦 都是中共的卫星国 他们都愿意出租港口供中共军队使用 这意味着解放军 随时都能在印度洋进行航行与补给 大大提升了中共海军 在远离中国海岸线的行动能力 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 中国甘肃省 基石山县12月18日深夜发生大地震 这次地震中共说是6.2级 而美国说只有5.9级 在主震后又发生了数十次余震 这是中国自2014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地震 2014年发生在云南鲁店的地震造成了600多人死亡 截至20日晚上9点 中共官方称地震造成甘肃和青海134人死亡 982人受伤 另有13人失联 由于中共一向隐瞒灾情和伤亡数字 外界严重质疑数据的真实性 多名甘肃网友曝光监视器拍下的地震画面 多段视频显示 地震时房屋砖块如雨点般落下 许多人根本来不及逃生 有一名女子索燕 她的八名亲戚在地震中遇难 据大陆媒体报道 发现大河家镇街道上有一栋四层小楼 索燕和奶奶住在四楼 索燕说地震来时 周围的一切开始东倒西歪 屋内的灯突然灭了 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天塌了 幸运的是索燕住的四层小楼最终没有彻底倒塌 她和奶奶顺利地逃到楼外 外面空地上到处是从楼房里逃出来的人 有的人披着被子坐在地上哭 索燕说晚上真的太冷了 温度实在太低了 零下15度 很多人都在烧东西取暖 烧垃圾树木什么都有 索燕回去看了看自己的房子 整个墙体已倾斜 外部墙皮脱落了很多 室内已面目全非 这栋小楼已经成为微房 不能再住了 她说这是我贷款七八十万买下的 现在贷款还没还完 索燕说她至少有八位亲戚在这次地震中遇难 有的亲戚前两天还和她说话 一夜之间就没了 正后72小时 被视为营救幸存者的黄金时间 然而甘肃省抗震纠灾指挥部发布公告称 截止到19日下午3时 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这离地震开始仅15个小时 对于当局为何早早结束救援 大陆媒体人杨先生表示 中共想淡化灾情 按照官方内部说法 就是担心外界对于地震这个事情过于炒作 旅德专家王维洛表示 如果让救援队进去 拍下来的场景会揭穿所谓的全国脱贫的这个真相 所以当局不让你进去 这是一个强震的地区 这么多房屋倒塌了 说明这个地区的房屋质量是没有满足防震要求的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 启动所谓的天使之旅 驰援祭石山地震行动 拨付救灾资金200万元 这个数字引发很多网友质疑 贪污都是几个亿 救灾只有200万 平均一下 看看灾民能吃几顿饭 如果只算祭石山县的人口 28万的受灾群众 每人能拿到人民币7块钱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